柔軟度 或是鬆或是緊 我還是那句話 如果很緊的客人 今天因為我們都有學相關性的 放鬆的東西 我可以很快的 甚至我們用一些 輔助技材 像很多復健師他們喜歡買那個磚槍 用電動的去直接刺激到你的 整個離狀跟臀中 還有你整個腿後腱都可以很快幫你放得很鬆 但你今天放得很鬆之後 你蹲下去還是前傾後傾怎麼辦 它並不是單一輪的東西 它是一個非常 一個動力教練 從背槓的位置 到你胸椎 到你的肩關節拿槓的位置 為什麼館長之前要重蹲 我以前是用背帶場的方式 蹲到230輕輕鬆鬆 我現在退回到 我用正確 我一直要開胸椎 一直用胸椎的方式 一直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因為為什麼 我要改變 因為我得嘗試 我身為一個教練 身為他們的師父 我必須嘗試各種不一樣的蹲法 以瞭解他的力矩 以瞭解他肌肉受力 我們必須 為什麼有一個動作叫做機率體能 為什麼有一個課程叫做 肌肉控制 動作控制 如果你今天我們可以用非常多的方式去改善寬 改善腳踝 但是今天就算你腳踝活動度打開了 你的膝關節懂得如何跟三個腳練一起做 你的骨盆 你的寬都懂 你都懂了 但是你蹲下去 有時候還是會放 基本上他可以研討東西 是看不完的 就像館長在蹲 每一蹲 每一下 為什麼大方都要他旁邊看 因為有的時候蹲得很棒 有的時候力舉張力分散失去了 我這個200 我像我那天蹲到220就上不來 就上不來了 因為一點點的角度不對了 我們就上不來了 我們這個連結度就不好 我們就上不來了 你必須要去做很重 總是做教練 不是做學生 你才或是不斷的不斷練習 你才可以懂 腳寬一點 腳窄一點 外巴一點 利用寬蹲 利用背蹲 還是利用腿蹲 哪裡多一點 哪裡少一點 為什麼低背幹 為什麼高背幹 低背幹 什麼時候可以做低背 什麼時候是要用奧林匹克 什麼時候是要怎麼樣 講不完 你用一個貼的東西 來這個壓力衣 比你那個貼渣 強度高100倍 那我問你 那貼這個不就都翻到 你沒有穿過 歡迎你去買一間來穿 你就知道了 貼到整個 全部沒有辦法動 還有綁腿 他就是要限制 他就是要限制保護的 但是如果一般選手 甚至我們 懂得如何控制肌肉 如何正確發力 做蹲下奇蹟的動作 反倒是 這種緊度 事實上他可以幫助我更安全 而且 可以蹲得更重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打臉也打完了 那你要找討論重點上的問題 麻煩你先回家練好 不要來這邊噴頭 我今天下午一起來一看 我就快吞倒在地上 然後你還一直貼一直貼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單一論 你還一直貼一直貼 你就是認為貼啦 結果我去看你 你自己動作都不對了 你做一個硬舉 你只是看你的腰椎功 你腰椎尾椎的比方 我們常來講大重量 上背可以圓下背不能圓 到選手階段的時候 為什麼上背可以圓下背不能圓 我又要 這個我要講三天了 根本講不完 甚至有的選手是故意 為那個長度故意圓背的 但是他怎麼圓 屁股也不會 像你這樣 基本上你的槓片 我現在講你的槓片都擺錯了 高度也不對 你那個叫做過度 那今天就 給大家講的到這裡 因為我非常忙 所以飛哥還在外面 OK 掰掰